我们对于罗毕达法则的证明的话呢 在1的前面的部分已经证明了 那么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 使用它来计算极限 那在计算之前 我要先跟各位同学介绍的一个 专有名词叫做不定型 什么叫做不定型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趋进一个极限 那我们就直接把它带进去 我们如果带进去以后 我们会发现它是零分之零 这是最标准的 要不呢 无限大分之无限大 不论是正负都一样 不论是正负 正负都一样 这都是称为不定型 那么还有呢 万一我们带进去发现是零的零次方 这也是不定型 再过来 一的无限大 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一样都称为不定型 无限大减无限大 这种提型的话呢 全部都是我们刚才 罗毕达法则一介绍的状况 那怎么说呢 我们来说 无限大出现 无限大出现